大家好 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 给我这一颗倒挂金钟做修剪 现在它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大家看 像这一条枝条就是经过修剪之后 它从底下长了很多的鞋分支出来 这里有123456 总共长了6条分支出来 那么这些分支都是会开花的 所以当我们的倒挂金钟长新芽出来之后 给它修剪有多重要 大家看完就会明白了 那么当然了 新芽长出来之后 营养也要跟得上 比如说高磷高甲的零酸二氢甲 因为零酸二氢甲 它里面的零岩素含量非常的高 那么倒挂金钟开花是不可以缺乏零岩素的 零岩素不够 开花比较就会低 开花就会少 我们一定要按时按量 用零酸二氢甲 1比1000或者是1比1200的比例 对水三天给它喷一次 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多补零甲肥 我们除了给它喷湿叶片之外 同时我还会给它使用这种真根状化型的有机洋液 因为这种真根状化型的有机洋液 可以强壮它的根系 那么根系一强壮了 它吸收营养的能力就会变强 同时这种真根状化型的有机洋液 它里面的零岩素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又可以让它从根部给它补充大量的零岩素 我们给它使用这种有机洋液 只需要每次等到这个土壤干了 再给它兑水1比1000 浇灌这个土壤就可以了 当然了 这段时间除了要正确给它补肥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就是要多晒太阳 因为刀瓜精中 它是比较喜羊的一种花卉 给它多晒太阳 有利于它花芽分化 同时这段时间 我们也要保证土壤属于一种微草的状态 不要给它太干 太干的话就容易切水 所以说大家的刀瓜精中 这段时间也涨牙的话 一定要抓住这些养护要点 才能保证它开花之后 一次开花爆满盆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